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156集 郭警官连连点头 说道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破案 只要方法合法 我就要利用 我并不排斥神神鬼鬼的东西 佟教授微笑着点头 说道 既然是这样 那可就好说了 你下次不空啊 我给你推荐风水师去 他呀 一定能帮上你的大忙 说着 他拍了拍我 说道 就是他 别看他年纪小 他可是天下风水第一大门 阳门的传人 一身风水妙术 得天独厚 带上他呀 你们定会有收获的 郭警官很认真地冲我伸出手 说道 多谢杨大师援手了 我们局里被这个案子 搅翻了天了 社会舆论什么说法都有 希望你能帮我们尽快破案 既然是佟教授推荐的 我也只好答应 说实话 如果对方真的是名非欲试 我并没有太多胜算 郭警官跟我互相交换了电话 便已局里业务太忙 告辞了 让我等他电话通知 随时参加行动 张磊磊带着郭警官离去后 佟教授说 小天哪 有些问题我真想不明白 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咱们遇到的这些事 无一不证明 劫持明非欲试的犯罪弹火 就是沈昭明 他又受了重伤 难以痊愈 为什么又要把明非欲试给放出来 难道他们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我不止想到明非欲试 我还想到重尸毒死后 在医院太平间失踪的破脚和口齿 据说医院监控拍到这两具尸体 像活人一样站起来走出了医院 一度被列为该医院的一大骑士 也不知道这两位尸体现在是什么情况 佟教授说 如果确定尸体是明非欲试 一定不要急躁 咱们第一步先定他的身份 只要确定了 再做下一步安排 我答应了 就回学校上课去了 回到宿舍呀 其他同学都上课去了 只有龙哥还躺在床上看色情小说 他一两猥琐 举着手机 痴痴发笑 另一只手在被子里不停的蠕动 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重重的咳嗽两成 龙哥吓得急忙把手机塞回被窝 扭头见识我 扶着胸口虚击道 哎呀 我以为是辅导员来抓逃客的呢 我说兄弟 你以后进门生大点行不行 我都能被你下出心脏命来了 我逗他说 你不是修道之人吗 怎么也好这靠 老老实实找个女朋友吧 别整天静看这些玩意儿 把心里整扭曲了 龙哥道 嘿 道士也是人啊 也有七情六欲 凡事没有绝对 哎 你别拿有色眼镜看我 找女朋友不是我不想 是别人不想找我 嘿 你看咱一理工学校 连女人都是凤毛麟角 更何况漂亮的女人 在郎多仰少的卷子里 嘿 也只有靠这东西活着了 说着 他仰了仰手机 龙哥又问我 哎 你不是上课去了吗 怎么中途又翘课回来了 我本想编个理由忽悠过去 抬眼看龙哥的时候 突然就想起 宁非欲诗的可怕 我虽然风水数数 已经有一定的造语 可对付尸杀 还是盗门在行 跟龙哥交流的过程中 我对他在盗数水平 已经有所了解 这货 别看平常放荡不羁爱自由 始终参不透男女那道坎 却深得盗门数数真传 是个硬角色 于是我就把最近汉口某地 流传尸杀的经过 对龙哥说了 把郭警官给我看的资料 原原本本的描述给龙哥听 龙哥听得直咽吐巴 两眼放光说 兄弟 你真是我亲兄弟 就知道哥好这口 有这种好事 还不忘你哥 不过可惜 是句百年臭事 他生前长得再美 死后也没人形了 哥就去看看热闹 顺带把他给震了 震尸你老哥我可在行 龙哥答应陪我去 让我非常开心 下午跟他一起去上了 两节服务器维护的课程 晚上就接到了 郭警官的电话 说他们组织了 新一轮的不空 晚上他开车来接我 我捎带着 把龙哥也要去的事说了 帮他胡吹了一把 郭警官说呀 只要对破案有用的人 多带个没问题 别是累赘就行 晚上过了十点 我就和龙哥等在校门口 龙哥十分兴奋 满脸迎笑 说他这辈子挣过诗上 还没挣过隐语诗上 得好好开开眼 他这副样子 真的让我好生担心 明飞语诗如此美艳 不输人间任何一位 女星级别的美女 他要真来勾引龙哥 龙哥哪里有抵抗力啊 别空有一身震尸的本事 却舍不得震 那就完蛋了 郭警官开了一辆 本田雅阁来接我们 他一路上表情无比严峻 没了在佟教授面前的礼貌 和镇定 说到这个案子的厉害程度 他就差跪下来求我们 说上头震怒 陷棋他们破案 否则后果十分严重 这案子在民间已经传开了 搞得是人心惶惶 所以他们的压力非常大 我们抵达汉口那片郊区的时候 已经过了晚上十二点 外面阴冷阴冷的 据郭警官说呀 凶手作案时间一般是凌晨一点到四点之间 这一段已经隔天就有案子发生了 他们呢警察布空了好几次 凶手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嚣张作案毫无节制 我们跟郭警官走进一片私房居民区的时候 就看到黑暗中 蹲守了七八个特警装备的人 个个手里端着精良的装备 简直啊武装到了牙齿 那气势我都不敢靠近过去 郭警官告诉我们 他们呢已经排查了几个位置 在这座城宗村的三大点 埋伏了警力 只要一有情况 可以在五分钟内 抵达全村任何一处位置 龙哥躲在阴影里 拿鼻子朝四周秀了秀 说道 不对不对 那东西已经来了 不过不在这 郭警官一惊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说道 你说真的 我们在执行任务 可不能开玩笑的 龙哥说道 嘿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他随手朝村东边一指 说道 如果我猜的没错 就是在那个方向 咱们快过去 郭警官果然非等先之辈啊 他不再怀疑龙哥 带着特警就朝那边冲过去 龙哥这一路 鼻子嗅得跟狗似的 变换了几次方位 终于停在一座厂房面前 那厂房模样破坏 像是已经废弃了 围墙倒了很大一段 里面黑洞洞的也没个灯火 不像是有人 郭警官再次追问龙哥道 你决定吗 龙哥说 完全确定 这里的尸体相当重 就是这里了 郭警官打了个手势 从各个方向 持缘而来的特警 形成包围圈 伸入工厂里面 将围墙里的厂房 给包围了起来 随着包围圈的缩小 我就听到厂房里 传来一个男人 粗重的喘息声 我的心里不由的一尘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风水鬼师 作者冷残河 波音丸子 我们在男人粗重的喘息声中 一点一点的靠近厂房大门 郭警官问龙哥说 怎么样 龙哥点点头 应该就是这儿 尸臭这么重 这里肯定有尸杀 郭警官点点头 冲特警 比了个手势 就有人翻身上了杂物堆 那杂物堆啊 堆在厂房 靠窗户的位置 窗户玻璃已经烂了 露出黑洞一样的窟窿 我和龙哥也翻身上了杂物堆 就看到月光下 厂房里空荡荡的 就在距离窗户不远处 有个男人趴在女人身上 正呼吱呼吱的喘息 龙哥一看那画面 眼珠子都要爆出来 因为角度问题 我们看不清楚 男人身下女人的模样 无从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名非欲识 如果是正常男女偷情 我们冲进去 就坏事了 我小声问龙哥说 能确定吗 龙哥说 我看不出来 我只能闻 石煞身上有特殊味道 一闻就出来了 我闻到这里 便是尸杀发愁的源头 应该就在仓库里面 郭警官犹豫着 要不要现在冲进去 现场控制住这对男女 这时就看到仓库里的男女 突然变换了一下姿势 我们顿时就看到那女人的模样 只见她浑身都暴露在月亮地里 浑身肌肤被月光照得晶晶如雨 完美的曲线暴露在我们面前 龙哥只把目光落在女人身上 顿时就满脸通红 血脉喷张 这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 我心说不好 担心什么就出什么事 龙哥这种人 哪能承受出这种场面 随着女人身体的蠕动 我就看到龙哥的鼻血 一滴滴的落下来 把胸口都染红了 她趴在窗台上浑身颤抖 我估计她浑身躁动 必定是恨不得自己跳进去 取代那男人的位置 仓库里的女人小脸愁红 黑白分明的一双美目 目光盈盈流动 雾盼间全是绵绵情绵 雪白如藕结的薄颈 在月光下极其美丽 却一点事都没有 她走到物质憨战正欢的两人身边 大声道 好大胆的妖物 竟敢用这种方式吸取活人精魄 哼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她下到仓库里面 顿时就换了一副姿态 神色凛然 隐隐有大师风范 全然不像一贯的吊儿郎当的模样 我悬着的心呢 总算是落了地了 龙哥画影才落 就看到白光一闪 明飞流南闪身躲进黑暗中 地上的男人 物资颤抖不已 外面的特警一拥而上 强光守殿下 我就看到 明飞已经穿上了一身 现代人的长衣长裤 正冷冷地盯着我们这群人 郭警官就要端枪射击 我挡住他说 没用的 他是百年老师 你把他打烂了 他都不会死 龙哥走上前去 说道 证实还是我道门秘书比较好使 你们都别乱动啊 看我的好本事 说着 他打开随身的背包 掏出一柄桃木剑 又取出一只酒葫芦样的东西 挂在腰间 就大摇大摆地朝明飞御师走过去 见龙哥这么轻敌 我急忙提醒他 明飞御师是五百多年前明朝的老师 可不是一般的杀 龙哥说 兄弟别担心 管他百年千年老师 先让他见识见识 我道门证实书 龙哥首提陶木剑 走到明飞御师面前 我急忙跟上去 就看到明师刘南左右叛顾 眼里全是勾魂射破的光 他一个个扫过仓库的一众人群 眼里隐隐露出贪婪之色 在我们的包围圈下 明飞刘南没有一丝畏惧 甚至连逃跑的意思都没有 我见他神色不对 怀疑道 难道他又收了我们这帮人不成 我深知明飞刘南的力 心里坠坠难安 就看到刘南有意无意的 瞟了龙哥一眼 又上上下下的打量他 眼里勾魂的感觉特别明显 很快就跟龙哥的目光对上 我心里担心 推了龙哥一马 就看到龙哥满脸迎笑 迎面朝着刘南走过去 我吓了一跳 心想这龙哥净吹大气 还说百年千年老师都不怕 这才上场连人家一招都接不住 我急忙去拖龙哥 被龙哥一把推开 两人四打中 龙哥突然手指一夹 从酒葫芦里夹出了一张黄服 迎面朝明飞打过去 陶木剑在虚空中 挽出一朵漂亮的剑花 我这才知道 原来龙哥是在用计 他想借此 让刘南放松警惕 也就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刘南非常惊勇 他斜方向退了两步 躲开龙哥猝不及防的一击 刘南躲避的步伐 方位都非常巧妙 显然不是一般人能走出来的 龙哥借势而上 又舞动陶木剑 连批了三四剑 黄服飘飘洒洒地落下了 落了一屋子 却没有一张掉到明飞 刘南身上 他在漫天飞舞的镇尸符中穿梭 脚踩九宫八卦位 看似尽实则退 叙叙实实 步伐生出万种变化 我见刘南走了一圈 突然明白过来 他脚下步伐并不是普通的九宫方位 而是与奇门顿术中的八门暗和 每一走一步都柔和五行生生相克之力 步伐犹如行云流水 所以能在漫天镇尸符里 如入无人之地 我心里转了无数个念头 突然冲龙哥大喊道 你别跟着他的方位走 你听我说 前宫走二进八 坤宫退四进九 镇宫上五进四 龙哥听我这么说 不再跟着刘南的节奏 他每一脚都踩在我推排出的方位上 前前后后地走 走到第四步 突然一箭刺向刘南 这刘南也当真是高人了 又显显地避开了陶木剑 朝我这边走了两步 我拿捏住时机 一步踩上中宫 一步踩上迅宫 两宫交错的位置 就是刘南迎面踏上去的一步 这一步对刘南来说 是他走下一步的重要环节 一步生则步步生 一步败则步步败 我走了刘南的路 刘南自然没办法再走下去 就在他迟疑的瞬间 龙哥打出去的皇府就到了 一张镇尸符 活生生打在刘南额头上 我就看到刘南一阵哆嗦 他那勾魂夺魄 炙烈如火的目光 便按了下去 龙哥高兴的嚷嚷道 嘿嘿嘿 看你这妖物还敢作祟 我秦龙道门的镇尸符最是有效 雕虫小技也敢来勾小爷我 他正得意呢 刘南突然又后踩三步 前进四步 就躲开了我们 他抬眼扫了一眼 最前面的四名特警 我见他眼里神光突然大声 眼珠子都变成了血红色 知道要糟糕 就看到那四个特警 突然脸色一僵 就朝我们扑了过来 长篇惊悚悬疑小说 风水鬼诗 作者冷残河 波音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